嗨大家好我是Nancy 我今天呢是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挑戰了一個14天的美白蛋斑的一個測試 因為我自己其實平常如果有在就是follow我部落格的人 其實會發現我很少很少分享美白的東西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沒有說非常要追求說皮膚要很白 因為我是那種喜歡曬太陽的女生 但是呢我非常非常的怕斑點 我還是都會持續性的就是做防曬啊 然後還有我會使用蛋斑的產品 用過非常多的美白產品 但是我會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定我自己用了 然後我覺得有效的才會跟大家分享 我今天呢實測了14天 然後也把我使用的紀錄全部寫下來 就是用Kyos的這個激光極淨白蛋斑系列 這個系列總共有三個產品 然後一個就是他們的化妝水 然後還有這瓶非常厲害的精華液跟一個凝凍 那我會一一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使用起來的心得 那Kyos這個品牌其實我自己是真的是 呃長年超過十幾年的愛用者了 開始會接觸這品牌是他們的保濕系列 因為他們的保濕系列真的很好用 然後呢我像我去年我也跟Kyos一起去 呃美國參加他們175周年的一個很大的活動 所以我問過他們說 欸那你們在設計一個產品 你們最重要的幾個要件是什麼 然後他就說第一個就是安全 然後再來就是有效 然後再來就是他們會盡量使用是天然的成分 所以Kyos的產品其實基本上呃我真的用過他們很多東西 然後我目前為止還沒有用過任何東西是會讓我的皮膚舒服 或是敏感的狀態 自己真的呃特別喜歡Kyos他們的這個Dermatologist Solution這個系列 就是他們的藥劑師配方系列 他們是真的請到專業的皮膚科醫生或是教授 來做這個配方的研究跟研發 所以說他設計出來的產品是真的就是在效果 然後還有安全性跟穩定性都是非常厲害的 先從他的這一瓶化妝水開始 Kyos他其實有很多很多個不同的化妝水的系列 那我自己其實都很喜歡 最常用也跟大家分享過很多次的是金盞花的系列 但是這一瓶美白啊我覺得他也很好用 因為他有一個很舒服的淡淡的香味 他本身呢就是算是一個比較前導性的功能 所以呢我就是一樣白天跟晚上就是洗完臉之後就會用化妝棉 就是這樣子全臉的擦拭 呃我不太會特別去呃拍太久 但是就是只要全臉還有脖子都擦拭過就可以了 再來呢其實最重要的就是呃這個整個系列他的明星商品就是這一瓶 很少很少有保養品尤其是美白的產品敢用這樣子透明的包裝 那是因為他這一瓶裡面的成分他的穩定度非常高 會害怕說呃就是因為透明的瓶子 然後會因為呃外外在的光線啊或者是什麼的去導致他變質 所以說這個就是他們配方很厲害的一個地方 他這一瓶他整個都是做低管的設計 那我一般來說就是呃一次使用呢就是大概就是一管 大概就是五塊錢硬幣的大小 然後呢就是全臉擦 這一瓶他最主要的成分就是激光活能C 他其實就算是以往我們每次講到美白都會想到左旋C嘛 他其實就是一個再更進化然後更穩定的一個呃 維他命C的成分然後呢他的功能就是他能夠呃瓦解已經形成的黑色素 然後同時呢去阻斷就是新的黑色素他的形成的一個機制 所以說他是一個呃這個整個系列裡面最重要的一個成分 這一瓶裡面啊其實呃一般來說很多呃美白精華液都會覺得比較乾 可是這一瓶完全不會 因為除了就是我剛剛說的這個呃激光活能C這個成分之外 他還有添加了一些其他的植物萃取 像是甘油啊木糖複合物等等的 那其實像這一類的成分他最主要就是提升你肌膚的光澤 跟他的潤澤滋潤度 他也有添加一個牡丹萃取 所以牡丹萃取他的功能就是抵抗自由肌 然後會讓你的肌膚呈現在比較穩定的狀態 他其實擦起來是非常的保濕的 我自己非常喜歡這一瓶的質地還有他的香味 因為他的香味就是有一個 就是直脆的味道 然後就是會讓你覺得感覺很放鬆 他算是一瓶蠻全方位的精華液 像我現在自己我自己是屬於乾淨肌膚 我剛剛只用了化妝水 然後跟這一瓶精華液 我覺得臉的這個光澤度跟滋潤度 其實都已經還蠻夠的 如果說你本身是屬於有比較多斑點的人 或者是有一些有一個很討厭的痘疤 你想要快速的消滅他呢 有一個小小的tips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化妝棉 然後呢把它剪成像這樣子小小的 直接把它 把這個精華液啊 就是滴在這個小小的棉片上 直接把它貼在你想要蛋斑的地方 這裡還有這個豆包還蠻明顯 就可以把它貼在這 其實他就會有一點點像是一個 密集修護的一個蛋斑的 小貼片 然後呢你就只要就是可能 在上妝之前你就貼它個三分鐘 會發現它的這個蛋斑的效果 會更加的明確 用完了這一瓶精華之後呢 一個系列呢 他們有推出一個保濕凝動 夏天用非常的清爽 然後就算你本身是油性肌膚的人用 也不會讓你的肌膚造成負擔 這一瓶裡面一樣是有激光活能C這個成分 所以呢它等於是說 讓你一個步驟一個步驟加上去之後 會更加成那個美白的效果 那我自己用啊 是覺得說這一瓶凝膠真的用起來很舒服 然後它擦起來吸收很快 這瓶它還有一個好處是 它其實也可以在晚上 你就把它塗厚厚的一層 把它當作晚安面膜用 當然就是你這樣用的話 它會稍微比較傷本一點點啦 但是呢我覺得我之前就是 我試用兩個禮拜 我其中有一天就是從 LA回台灣之後 有一天我就是用這樣子 厚膚的方式去擦它 然後隔天醒來啊 我覺得我整個皮膚就是很亮 然後非常非常的水 所以厚膚的時候你就這樣擦 然後大概就是等個15分鐘之後 讓它就是再更深層的吸收之後再去睡 就是你不用把它擦掉 它就會被吸收然後再去睡 隔天醒來就會發現你的皮膚真的保水度提升 然後會整個臉是很亮的一個感覺 我覺得全臉用這一瓶擦是很OK的 但是如果說像我前一陣子我去美國 然後真的是比較乾冷的地方 我就會另外再擦這一瓶我最愛的那個 冰核糖蛋白保濕霜 去把它加強在我很乾的地方就是臉頰 然後呢接下來的影片 我就要跟大家分享我紀錄從第一天 然後第七天就是使用一週 然後還有我剛剛就是我現在錄的 就是我今天是算是第14天 我現在在LA今天是我要測試 QS的這個美白系列 蛋斑系列的第一天 那我要測試兩週 看看它的這個蛋斑效果如何 那我剛剛已經全臉上過這個化妝水了 所以我會把這個精華液加強在 我下巴最近有一些豆疤 然後還有眼睛下面有斑點的地方 然後我會記錄兩週看看它的變化 我現在是使用了一週了 然後我要來記錄一下我之前的豆疤 還有斑點的部分有沒有變淡一點 我今天是使用的第14天 然後呢看一下我的下巴 豆疤的豆疤 還有我眼睛下面的曬板 我覺得豆疤的部分其實顏色淡滿多的 然後因為它本身是屬於比較淺層的色素暗沉 所以我覺得效果滿明顯 然後眼睛下面的曬板 因為算是比較屬於深層的斑點 所以它我覺得顏色有淡一點點 但是沒有像下巴的那個豆疤蛋的那麼明顯 整體來說這個系列它的蛋斑效果是一定看得見的 只是呢我覺得美白的產品就是一定要持之以恆 防曬跟美白就是一個一定要同時做的事情 那我覺得這整個系列的蛋斑效果真的滿好 因為真的是兩個禮拜就可以看得到 然後更重要的是它擦完之後 不只是針對斑點的淡化 是你整個臉看起來就是會很亮 就是有一種透亮的光澤感 所以呢我覺得如果你在找美白產品的人 真的是可以去試試看這個系列 那資訊欄下面呢也會有一個連結 大家可以先去索取試用包先用用看 因為畢竟保養品的效果在每一個人的肌膚呈現 可能不見得會一樣 但是你可以先去領取試用包用看說至少質地 還有適不適合你的膚質 然後真的喜歡的話再入手 OK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分享 希望大家喜歡 然後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們下次見囉掰掰